中国古代史共有24个朝代 其中被誉为秦寿王朝的当属北齐 北齐的皇帝们各个奇葩 这么说并不是没有 脂粉穿上女子的衣物 全然没有一个皇帝的模样 究竟为何北齐会如此的混乱呢 高阳的父亲高欢和兄长高成 曾是东魏的全臣 在这二人费尽心机争权的时候 高阳早已经准备坐收渔翁之力 在高阳使用强硬手段 高阳有很多的怪癖 这第一个怪癖就是喜欢喝酒 寻常人喝酒喝个乐喝就完事了 他可倒好 喝酒一定要喝到鸣鼎大醉 喝完之后就耍起了酒疯啊 这耍酒疯更是不懂寻常 竟将衣服全部脱光 在黄有时候兴致上来了 还要到街上遛一圈 高阳贵为皇帝 身边自然是很多太监侍女们陪同 谁也无法阻止高阳发酒疯啊 只能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那此外 自己的别人会在这一场地上 就像是一个人不在这一场地上 在这一场地上 来 没有人会在这一场地上 你还在这一场地上 你还在这一场地上 我以后 你还在这一场地上 也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而高杨一句话 就轻易了结了高龙之 及其家眷们的性命 这是何其的残忍 高杨肆意的辱骂杨阴 丝毫不顾及君臣之间的礼仪 更过分的是 高杨命令将杨阴 为自己擦拭靠尾 这里还不算什么 有时候呢 高杨会用皮鞭来鞭持杨阴 有一次 竟然直接拿刀 在杨阴的肚皮上划上紧 不过宰相遭到这般欺辱 恐怕是千所未有的 高杨对待朝中大臣是这般 对待自己的亲人 也是丝毫的不手软 当时太子高音 年仅十岁 胆子颇小 高杨为了锻炼他的胆量 让他去砍掉犯人的脑袋 一个十岁的孩子 如何能够下得去手啊 高杨看到高音的 当即拿起鞭子来抽打高音 高音也因此落下了心里的阴影 说话也不利索了 高杨的母亲 楼太后 再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残暴 多次劝解高杨 收敛新兴 可谁知啊 甚至威胁要将其嫁给胡人 楼太后听到这话 当场起得昏厥 高杨对自己的亲身母亲 都这般粗暴 更不用说是旁人了 高杨的第三个怪癖 就是喜欢坚强 高杨作为皇帝 后宫自然是各色的美女都有 但她偏偏喜欢坚引人妻 这不是禽兽又是什么呢 高杨的皇后李祖娥 有个十分美艳的姐姐 名为李祖一 是东北亲王袁昂的妻子 高杨 喝醉言语轻浮 令袁昂和李祖一心里十分的不舍 高杨越得不到李祖一就越偏激 她寻了一个借口 让袁昂进宫 随后放乱箭将袁昂射死 事后高杨借着祭祀的名义 在袁昂的灵堂前 禽兽怕是都不足以形容高杨 凡是高杨见到的女子 样貌惊人的 均无一性命 朝中大臣的妻子 更是让高杨沾染个遍 怎么也想不通高杨 对高杨来说是家常便饭 高杨的兄长高成 被自家厨子杀死之后 高杨抓到之后 亲自用刀将厨子的脸一片片削下来 光是想象一下 就令人胆颤心惊 实际上 并不是所谓的兄弟情深 恰恰相反 两兄弟表面上和谐 暗地里是水火不容 高成之前调戏过高杨的妻子李祖鹅 那时的高杨势力单薄 只能选择隐忍 带到称帝之后 他将高成的妻线们兼隐了 论记者 所幸用毒酒毒死了那清河王 而薄桂平自然也没能逃过 被砍下了脑袋 高杨还将头颅放进怀里 带去参加宴会 在宴会氛围最佳时 突然将头颅拿出来 顿时宴会上的群臣们都大惊 刷掉薄桂平还不算什么 高杨还亲自动手 用起腿骨做了一个琵琶 而后在薄桂平出丧时却大哭 让人误以为是一位痴情的君王 实则是禽兽不如 可以说高杨作为北齐的开端 就彻底坏了根基 高杨在位的十年间 除了在朝政上 绿域方面都堪称禽兽不如 他的荒淫与残暴 深深地影响着北齐的子民们 有了高杨这一反面教材 后面的帝王们皆是荒淫无道 走高杨的老路 致使北齐只短暂地存在了27年 其荒淫程度是常人